to be or not to be 在当时演这个台词的时候 是大家是要乐的 对 是我们取解了莎士比亚 就说实在的 能让人乐谁不愿意啊 但是我发现呢 这个活啊不好干 太难了 我当年也曾经面临过这个选择 就是咱是往搞笑里去 还是往另一方向去 我后来啊 其实就是一个那个小富基安 你知道吗 就因为啊 我发现啊 事先声明的搞笑 这个压力太大了 你说相声的 你站在那儿 你唯一不笑 你就傻了 我如果不讲相声 我说我跟你讲讲别的道理 对吧 他也许会乐 你不乐 你乐就要意外之喜 对对对 对不对 但是你要是明确为了这个上台的 那要不乐 那就太 人要创造笑声是 首先伤害自己 你把优越感 优越感给了他 他释放出来 也表示尊重你 双方形成一个平等的状态 其实笑行为最根本的目的 是达到人与人平等的诉求 而且他讲这个 我觉得真是把我这个毛病啊 给讲出来了 我曾经特别烦意 就是一点呢 就是说啊 一见着这个就是大老板啊 或者顶头上司啊 或者董事长啊 你知道我每回 我在节目里都跟他们说 我说我每回 我下次一定要停起来 就智能起来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只要人家那个温暖的大手伸出来 我就 你知道吧 就这个我老 所以你看我现在长期 我这个脖子 那陈老师就说啊 说他有一种笑 他见到贵客来 他说有个动作叫缩脖 缩紧是所有 缩紧是所有动物 比别人第一级的身份表达的一个行为 所以不是我怂 不是你怂 就只能说明我是动物 对吧 对 一个动物最基本的动作 我真的就很烦啊 这个是已经画在你的细胞里了 所以我那天看见一个 还有一个大学教授就研究这个笑点的变迁啊 说最早像您那个时候 春晚上 那个还有讽刺性 讽刺一些社会现象 你包括那个马基老师 那个宇宙牌详言 是吧 等等 他讽刺一些社会现象 但是到后来慢慢变成 比如到当代呢 开始自嘲自己 自嘲自己呢 实际也是对自己处境的一种 怎么说呢 自贬 削减 贬低贬低 你看有些那个 吃面条的 哗 吃一桌席的 对对 吃播嘛 吃播 也是一种 就是 怎么说呢 我觉得也是一种 自虐 首先是自虐 然后给别人带来优越 也是那是低姿态 然后优越 对 不是因为现在有些 反正文化学者 往往就会说 说互联网啊 就带来这种 这个叫低质化 就觉得智力太低 就什么都乐呀 甚至就说 现在人们表达 你比如发背信啊 你要写一个哈哈 对方会觉得 你没那么 是个应酬 这不是真的被逗乐了 你要真表示 你被逗乐了 一般都得写一串 写十几个 那才表示 就是大家觉得 这个强度啊 或者说这个笑点啊 这个麻木性啊 是不是在增强 还是在降低 我觉得不麻木 我觉得不麻木 我觉得这个笑点呢 就是每个人的点 是不一样的 就比如陈老师 这戏台 这戏台 就是 我其实跟马爷 有点像 就是看这片子 我就觉得 我看看我能不能笑 就是有这种心态啊 有这种 我看看我能不能笑 这种心态 我不怎么特别老笑 就是 对 我也不太容易笑 不太容易笑 笑点高 不太容易笑 我是替他担心 我怕他不能让我笑 就是有这种心态 一定有这种讨厌的观众 那我去看的时候 我再有一个点 就笑的不行了 就是 其实那个笑点 就是个讽刺 就是 就是他 他是一讽刺 但是实际上在台上 我们看到的是 演员很痛苦的一面 对 但是他 角色很痛苦 他让我笑 所以呢 我就特别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像这种 就是讽刺的这种点 就比如说 您一定也对外行 特别有感受 您才会讽刺这事 没有 设计时候 写的时候 就是为了让大家开心的 因为他痛苦 您发现没有 咱们聊的是社会人生 他聊的就是技术原理 就是技术 就是我 你知道这我让想起挺有意思 我就发现这个画家之间互相夸呀 我那天听见了一回 我觉得他太会夸了 就一个画家到另一个画家 画室一看 就说 哎呦 我们画的那都是题材 您画的是原理呀 但我觉得这画里边很有深意 有深意 就像你一边 说话写作的 有的你关心的是题材 你这么半天是骂我的 是敬佩您 就是你比如说我觉得 就是其实我挺喜欢陈老师这一路 就是我觉得说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就咱们就琢磨的 往往你看一个专业 一个木匠 你坐桌子坐椅子是客户的要求 我琢磨的 对 就这个 你比如说您说这戏里 我就看到一个明显就是排练排练出来的 我喜欢看到天地万物啊 有奥秘有规律 这个东西啊 你比如说一个一个挺放荡那女的 你比如说啊 她在舞台上就是说 走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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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一定是这么写的 对 但是有一个东西一定是他们排出来的 就是觉得这样乐 对吧 走了啊 走了啊 然后走到台口的时候 啊 再来一下 你为什么再来这一下 再来这一下他就乐 乐 对 我就能领略到您说的 这就是训导观众 所以对陈老师这来说 不存在什么是带泪的笑 是高级低级 他不是考虑这个问题 不考虑 他是觉得搞笑的东西里边有 有有有有有个规律 规律性的东西 你只要逮着这个 对 我们生活中人人要是掌握了这个规律 也能让人乐 一样 一样 为什么你比如说啊 我觉得有时候有这种现象 一个周星驰是天才 但是后起的 当这个无厘头未然成风之后 怎么就会看到很多 就这个越闹越烂 越闹越烂 因为他容易 他容易这么做 他不按照剧本的情节去走 他不在情节里去生花 而是在节外生枝的去生花 他容易 您说这个 为什么那么喜欢乐呢 您对这个人类学的研究 这不是人类天生的 这不是人类天生的 他可怕就在这 他难就在这 他不是人类先天获得的 就是肾上腺素上升的时候 动物的两种基本反应就是战或逃 对 他碰见紧张 要不就打 要不就跑 对 要不就搏斗 要不就逃跑 他都会 唯独不会笑 笑是一种人类选择的 对 所以笑从一开始就有一个社会的属性在里面 文明的社会 笑容必然都写在每个人的脸上 笑咱就打不起来 对 社会有活化剂 有柔化剂 人与人的关系 它有多种方法 它能柔化 一笑了之 对 相逢一笑 免恩仇 所以一个社会稳定和不稳定 都写在脸上 所以他这意思就是 比如说咱们现在看到的那个剧本 《西香记》 或者是什么这些剧 照陈老师这个个人研究了 他觉得在最早元代的时候 或者金院本的时候 都是喜剧 都是喜剧 是后来到了明清 文人 文人把它改成了现在这个 猜子佳人 您这个研究让我联想起什么 我看过一本书 这本书的意思说的是 16世纪 就是咱们今天看到的 莎士比亚的很多剧本 咱们感觉都是很高贵 很严肃 他说实际上 16世纪英国那个剧场 那就是也是脏脏乎乎 闹得满坑满谷 大家闹得喧嚣不停 然后那个演员 你就比如说 to be or not to be 就生存还是死亡 这是一个问题 就这个话 它的意思是 在当时演这个台词的时候 是大家是要乐的 对 就是说那意思就是 莎士比亚写的当时很多台词 那些戏剧 绝对 就是今天把它当成文学名著来理解的时候呢 就变得有另一种含义 这个让我有很深印象 对 没错 这个是我们取解了莎士比亚 再一个 为什么只要模仿 能学得像 大家都乐 技术 你看马爷你不乐 我要给你学一马爷 只要学得像 你就乐 但是你学它的 第一是技术 第二一个是什么 它一定是它的某些缺陷的东西 被你扩大化 被你稍微的扩大化 所以你才乐 说白了还是喜欢看别人不如自个儿 不是吗 但是我觉得它另一方面也不能说是什么这种幸灾乐祸 它扩大了我们的宽容度 是是是 对 如果你对某些错误 你能够玩耳一笑 对 就是你有这个幽默感 幽默感 人与人之间啊 有的时候你觉不觉得也不够宽容 但是人际关系当中很多 有的时候你这个人要是够这个喜剧的眼光 咱就说 拿喜剧观当人生观的话 这挺高 是 很多事 就一笑了之 哎呀 也挺逗嘛